为了打造友善的亲子空间 华林市公所除了提供自由广场部分空间 作为滑步车的学习场地之外 也补助了华林县亲子休闲运动协会 办理了亲子滑步车两公里践行认证的活动 市长魏嘉贤期盼未来可以扩大的举办 达到运动观光的目的 亲子滑步两公里践行认证 13号在太平洋公园举办 这一项活动是由华林施工所指导 并由华林县亲子休闲运动协会 及微笑乐雅休闲运动工作室来主办 现场参与认证者有250多名的幼儿 年龄层从2岁到6岁不等 为了带动快乐的氛围 主持人教大家玩热身游戏 大朋友小朋友一起互动 现场欢笑声不断 滑步车两公里践行认证活动 随后在团体大合照之后正式展开 小朋友骑着滑步车往前冲 家长则是在后头追赶 直到终点领取认证奖状及奖品 市长魏嘉贤看到不少家长陪同孩子参加 增进亲子关系感情并表示 未来朝向规划办理市长辈的比赛 吸引外县市的小朋友跨县市来参加 达到运动观光的目的 今天非常开心 也看到那么多家长陪伴自己的孩子 来参加滑步车的一个认证 那这次也是花园子公所来补助我们滑步车协会 来办理这样的一个活动 那我们可以看到协会非常用心 在平常的时候我们制服广场也是借用给我们协会 来做给孩子们训练的一个场地跟基地 那我们主要目的也是希望培养亲子关系之外 也有更多的活动可以让孩子可以去学习 所以我们会持续不断的推动这样的一个活动 那未来也会跟协会有在规划 在办理市长辈的一个过程 那我们希望说有更多不只是花园在地的孩子 那有外地的朋友也能够把它达成 运动观光的一个合作项目 光丽县亲子休闲运动协会理事长于彦峰 感谢卫市长支持办理这项活动 他表示幼儿滑步车运动 可以提升他们应具备的平衡感 及肢体协调能力 使身体更加茁壮 滑步车的运动其实是从两岁到六岁 都非常适合幼儿在衔接任何的运动 因为可以增加它的平衡感 包含四肢的肌群的协调性跟发展 包含你要可能知道要衔接 像我们的小朋友其实他三到四岁 如果已经有先接触过滑步车 其实要衔接自行车的部分脚踏车 他其实都不用再装设辅助人 让他们直接上去很快就可以上手 或是衔接其他运动也可以非常快的可以上手 活动现场还包括了市民代表会副主席 李政伟以及多位代表外 另外监议员许子方 吴东升 张美慧 杨华美 张怀文 也都到场和孩子们互动 县长许正伟也在百忙行程中 拨孔到场 和允讳的来宾及小朋友 一起做热身操 并且宣导花莲县政府推动的亲子政策 记者刘冰胜 花莲市财宝报道